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访问和关注华为卖的60系列的朋友应该有了解了 华为的卖的60系列从最初一家的2000左右到现在一家1000左右了 这种情况下他是新货并不是那种强迫的 当然 卖的60系列降价以后老款的机型像皮士尼然后这样的 卖的50呀 包括卖的40火锣这样的机型 它也有下调了 在以往的视频我给大家做了 像皮士尼的话 阿货的话是在1500左右 成的身份来说差一点就在1400左右 现在他的拿货架像8加128G 如果说成色相对来说差一点的1300左右就会拿到了 现在这种卖的50在前几期视频 我也给大家讲了 拿货的话是要到3500左右 你像我手上的一台还有官方在吧 两个多月的这个机器我们拿回来是 31张 当然如果说是过把的电池成色差一点的 那么在280029左右 对不对 再看一下这个 没得上你婆婆 没得上你婆婆的话 他这款机器 我是回收回来的 第一个的话是1699就会到你们手上 这款机器是8加256G的一台四地方跟p40 他都是采用海斯奇零九九里的处理器 同样 不管是p40也好 还是被特上林婆罗也好 他都有分4G跟5G的网络接来的话就是这一台 没得上你 没得上你的话5G吧 我们在以外的视频也跟大家讲了 他当初的行情的话是走到1600左右 那么来到现在 麦克三零5G版8加168的行情也是走14005左右 接下来他我们就来看这台 Mate四名婆罗8加256G的像这种橙色非常非常好的 来看一下 我们上四五零拿回来的 看一下 现在这种老款的机型 包括皮斯尼或者卖特杂尼 相对来说他上市的联会比较久远了 所以说 很多机型拿回来的话 可能电池都是在80%多 我还是那句话 电池相对来说比较低 那我们这边时间就会把这个电池给换换了 有一说一 不会像那些黑心商家说 换了电池不跟你讲 当成纯源装机器去卖 我们一直秉承的那句话 手机是什么情况 告诉大家 如果把这个机换都说明白了 大家能接受的情况下 其实选择他还是没有问题的 像今天我们带回来有六台的机器 刚才的行情已经跟大家说了 接下来 我们就把这六台机器的一些计划跟大家讲一下 以后见 这里总共有六台机器 有Mate三连婆罗 皮斯林Mate50 Mate三连美特四名婆罗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Mate三连的婆罗这个外观 可以看到这个外观设计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惊艳 他这块Mate三连婆罗的话 它是曲面平的 看到没有 它的这个音乐键 它这种触控感的 它不是那种实体按键 我们调音乐的手指需要这样调就可以了 设计的还是比较人性化 加上这个原文设计四千万的手指剩下的 还跟大家说一下 下面的三连婆罗这款机器 它有分4G跟5G的版本 像这个就是Mate三连为的三连的话 它就是这种齐平的 然后这个音乐键的话 它是这种吸引按键的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Mate三连跟Mate三连婆罗的一个 外观 接下来就是这个P40P40它也有分P40跟P40婆罗 P40婆罗的话 它也是 是屏面皮的 但是这个是P40P40的话 它就是屏面皮的 实际上是比较小巧 我个人觉得像P40这款机器 还是比较适合女还是使用 因为它的机身比较小巧 来看一下这里有100的电池 我刚刚跟大家说了 我告诉我电池比较低 我们这边其实就会把电池给它更换了 形式也是还可以 这个是128G的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Mate50Mate50这款机器 刚才我跟他说了 我们带回来是311 它是因为它这个电池是非常好 这个电池的话是有100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像Mate50它这款机器 它不支持5G网络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 像Mate50它这款机器 它用的是高中的处理器 它并非是华为的处理器 Mate50它也有分Mate50跟Mate50婆罗 Mate50婆罗的话 它同样是采用曲面的屏幕 但是它依然是没有5G网络 像这个机器 还有外方再往三个月左右 刚才大家说了 如果它电子差一点的 橙色相对来说没那么好的 在发现美上上空前的滑空行情的话 应该就是走到280029左右 接下来就是这一台比较经典的机型了Mate40婆罗 这款机器 采用还是709000的处理器 支持5G网络 延迟也是非常不错 拍它的话是5G网络后置身头 像这一台机器 我们带回来是3450 因为它的橙色比较好 电池相对来说 也比较高 Mate40婆罗 它是支持5G网络 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这就是这六台机器 今天的外观 以及它的行情 我跟大家分享了 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你有1000多块钱的预算 那么毫无疑问的选择 P40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支持5G网络 配备的是海诗70990的处理器 跟这个辈子30它是一样的 只不过没这30的话 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男生使用 因为它这个外观的话会大气一点 这就是这六台机器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说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帮助的话 点赞关注火龙哥选机路上少翻车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